《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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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當時不是為了利益 大家很想衝破一個禁忌 拍自己想拍電影 這個是最高目的 那個念頭很單純 大家共同覺得 我們要在電影中間 反映我們知道的現實 所以才會一開始拍那麼多成長電影 因為那個時候都是他們 最重要的生活經驗 我記得背景城市得獎了 我已經離開電影一年了 在家裡很安靜的 帶著小孩散步 接到電話的時候得獎 我說 終於得了 至少證明說 當時很多影評人 在績笑這些導演說 你們都是小影長 都成不了氣候 至少有一部電影 終於登上了國際大獎 而且當時的報紙 是用頭條新聞在報 所以後來背景賣得好 對大家來講 那個是一個禁忌的開放 所以很多人來看這個電影 未必是因為它是金石獎 也未必是因為它在美學上投 有多代表性 而是因為它的政治社會價值 我們這一個世代 是也見證台灣的一個 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全部發生了 台灣電影就在那個時候 89年一直到95年左右 是非常強力地在世界上引力出 而且它的那個多元性 你看到柏林那一年 蔡明亮的青少年羅札 李安的喜宴 賴生川的暗戀桃花園 三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所以大家就說 哇 台灣電影真的 而且每個都好看 大家都會覺得 不錯 台灣電影 我看的時候我也對台灣的 《百色恐怖》也不了解 《228》也不了解 《228》也不了解 我只是覺得 為什麼裡面有一個氣氛 跟我在馬來西亞家庭的氣氛那麼像 那是我第一次跟所謂的 《悲情城市》的相遇 然後後來來台灣唸書 唸電影 我才知道這是台灣的經典 這是台灣的一個新浪潮的一部 很重要的片子 我們能夠被它打動的地方 是在於創作本身 這個方法這件事情上面 但其實對於這樣的題材 我們的公民其實是很有限的 剛才他們到最後 我們繁星電影在馬來西亞的 華人圈砸根 因為那個東西對他們來說 記憶有形 因為他們的社會環境 其實跟當時的 他們一樣是處於一個 被壓迫的社會氣氛 當你處在一個 壓抑的環境下 當你處在一個審查的環境 你會不會想要挑出題之外 問自己問題 你會不會反省自己 然後會不會把你的創作 當作是反映那時的一個困境 還是你選擇跟著主流走 我覺得那才叫新浪潮 我們是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我本身跟這個社會就有連結 當然不是說拍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別人就一定會喜歡看 但這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就是我們去反省 有沒有一個我自己 我可以理解的狀況 但感覺很多人都可以理解的狀況 然後我去把它變成一個作品 當時那個年代 大家為什麼覺得那麼美好 是因為吳念珍講了一句話 說大家不是只有拍電影 大家還是好朋友 那個好朋友的感覺就是很無私 你拍一部 你要拍的時候 我幫你們一直講劇本 我不會在乎這個 最後你是掛導演 你掛編劇 我什麼名字都沒有 都沒關係 大家一起談劇本 像那個時候他們年代可能就只有 他們吳念珍 小野楊德昌 然後侯孝賢 然後孟宵賢 他們這些人 搞成一個圈圈這樣 現在圈圈是更多更小的啦 對 資源更分散 大家更辛苦 因為資源更分散 但是我覺得能夠 即當作創作的火花也更 機會更多